由李國毅、謝欣穎主演的1006的反客 近日舉行首映會 劇中一開場 兩人又出現撞見對方全裸的劇情 沒想到李國毅的感想卻出乎意料 我仔細回想一下 我好像還蠻享受在欣穎面前裸體的感覺 真的嗎 對 為何因為他有露出很讚嘆的表情 不是就 特別自在 很自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越拖越少 越拖越少 其實是有穿一件那個肉色的安全褲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越拖越小 越拖快變成達物 這邊有點炫耀紋的意思喔 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要呈現那樣的感覺 所以盡可能的幫忙 沒有耶 那場地換坦承相見 其實該有的防護措施都有做好 然後 其實在那個空間裡面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員 我們大家其實都還蠻自在的 尤其是國藝特別自在 我特別自在 這麼多人在看 對 全部人都在 對 然後我也 我看過劇本 知道要拍這場戲的時候 我心裡一點點緊張都沒有 我反而很期待在你面前脫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那天拍的時候就特別自在 然後也沒有要清場 也沒有要 希望大家迴避的 就覺得 對 那場戲準備了蠻久的 這次也是李國藝首次挑戰飾演律師 背台詞 與謝坤達在法庭中的對手戲 都讓他辛苦萬分 不過時候回想起來 卻有一種快感 相信我還是用這段暴食的一個 好痛苦的那種感覺去接 但看到成品之後 就會覺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天啊送天啊送的感覺 對啊 當下很痛苦 但拍出來覺得很開心 我好像很需要這樣子的感覺 真的喔 所以導演常常都會是一個卡 就是從頭這樣子run到尾 所以我們兩個只要有誰 一點點口齒不清 或者是辣詞的話 就要從頭再來 大概是一場戲大概有五到六頁 然後要一進到底 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兩個台詞都上千個字 而且只要法庭戲都是從一早開始拍 我們兩個都是精神就是非常的 在那邊很很很緊繃啊 其實那個時候 對 演過外科醫生 饒舌歌手 現在挑戰演律師 李國藝的戲路真的是越來越廣 以TV新聞網採訪報導